眼睛做完手术以后 一个月之内不可以碰深水 然后呢发行师给了我一个这样的一个面罩 把它这样贴在脸上 回我自己的房间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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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回到我自己的浴室 我的护肤还是不可以省的 先把土耳去干了 我喜欢护肤用脱 然后开始打雷 现在就是没有办法洗脸了 就是用 可以拿这个水 来洗脸 最近一直睡觉水不好 哦我比较 最近比较喜欢用这个 水后水 就是水前水 不是水后水 水前水 它这个水就是比较好 就是它可以 帮助你的精华导入 就是反向的差 顺便就把刚刚皮肤里没有清洁的再次清洁 这个时候可以用一些紧致皮肤的精华 最近发现一个很好的提升精华还不错 挺好用的 带替 比较那个贵的精华 我会用这个 下的单语跟你讲 要什么什么三十天以后发货之类的 哎 没办法 完以后呢 我会 再用瑞士的这个冰川的眼霜 冰川眼霜我认为是眼不精华鲜 它这个眼霜其实真的是很好 挤这么一点点就好 好 放在眼睛下来 用这个手指头 再用它的眼霜 人家的眼霜真的是太 瑞士的东西就是好山好水好地 很细致延展性还蛮好 让它放上去以后 那皮肤中边就一下就细致了很多 光泽感也出来了 然后呢 再用那个 他们家的碗霜 真的是 保湿碗霜 然后里面有很多 植物细胞 它是有一种 像那种慕斯一样的 它可以让你的脸上的色泽均匀保湿 用一时间 还可以把你的痘印去掉 这样皮肤就很舒适了 对不对 就可以去睡房了 好 Let's go 好了 我现在过一字 된 前度 有关 发愿者 在医stes 看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